真命纪第八章 人性的弱点是 在困境中胆怯 在顺境中骄傲 前面 摩西基利以色列人不要惧怕 现在提醒他们 以后不要因生活富足就骄傲忘记神 你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苦练你 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 马拿刺给你吃 使你知道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耶稣在旷野兽魔鬼试探的时候 也引用了这节经文 魔鬼引诱我们放弃试验 以满足肉体为优先 人一关注知己肉体的时候 就会放弃原则 在试验中输得很惨 能通过试验的关键是 不要心怀二意 依靠神的话 他就预备非人所知 为你定制的粮食 马拿 叫你胜过艰难 灵命成长 以色列人在旷野 多半是为着肉体的吃喝 向神抱怨发脾气 神明明地告诉他们 人活着不可缺神的话 他的话不仅使你饱足 在旷野四十年 连你的衣服也不破 脚也不肿 神这样试验你 是把你当儿子来调教 预备你将来可以承受产业 他训练你遵守这些法则 好教你长远地享用这产业 耶和华将每地次给你享福 这地资源丰富 有核 有权 有缘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滋养你们的农作物 果园 丰收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和蜜 石头是铁矿石 铁可以用来打造各样器具 你们在这美地吃喝饱足 终究享福 你们的牛羊加多 金银增添 并你们所有的全都加增 到那时 不可忘本 忘记赐福给你的神 你当称颂神 要谨慎 恐怕你富足起来 万事如意 就以为是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 得了这一切 忘记是耶和华让你脱离奴隶的枷锁 又在寸草不生的旷野 为你领路 给你水喝 给你马拿当食物 为你赶走可怕的火蛇 蝎子 训练你使你今日可以享福 所以 你不要搞错了 得获财的力量 是神给你的 因为神要坚定 祂向你列祖起事所立的约 后代你们 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 毁了他的约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现在迦南七族 是如何灭亡的 你们照样 会补他们的后尘 摩西一而再 再而三 苦口婆心地提醒以色列人 不要在恩典中坠落 重新做回到奴隶 推出 服务 别人 一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